小米為什麼會賣翻 我覺得小米股價 還有很大想像空間 如果我們導播可以把小米的 1810的這個代號的股價調出來 你會發現 其他股價高點是三十五塊錢港幣 現在目前剛剛阿文斯講說 這一段時間漲了這個六十趴 他的高點是在三十五塊 來 二零二零年 他曾經創造三五點九的高價之後 一路往下走過 跌到八塊 最低曾經來到八塊三毛一 那現在又再度的往上走高了 這波最高到過十六塊 等於說從低點上去漲一倍 那如果你算最近 這個六個月的低點的話 他是漲剛剛阿文斯所講的 大概是差不多漲了六十趴 市值就暴增兩百億美金 如果他漲回那個港幣三十五塊錢的話 你看看市值可以再增加多少 那為什麼講說小米 還有蠻大的想像空間 就剛剛講說這個米十四 他所使用的這個作業系統 出現了一個大幅的從零到一的升級 叫做澎湃OS 之前我們都知道這個小米的作業系統 是這個μOS 對不對 現在進入到澎湃OS 到底澎湃OS要幹嘛 關鍵他要解決未來所謂 人車家一體生態系的一個互聯網 萬物聯網的一個這個系統破碎化的一個貫通 同時呢要防堵美國的打壓 還記得嗎 之前華為不是使用Android系統嗎 被Android斷供對不對 雖然說Android它本身是一個開源平台 也就是說它是一個移動式裝置的這個操作系統的一個開源 開源的一個平台 大家都可以去使用 都可以去設計 但問題是什麼Android那個Google不是不授權你 你華為還是不能用啊 所以華為之後只有研發自己的鴻蒙啊 那你看小米他當然看在眼裡 你還要研發自己澎湃 對他就澎湃 所以雷軍講什麼 他說呢 小米經過十三年的這個發展 今天走到這一步 他說我的內心澎湃不已 所以叫做澎湃 他的他的英文的作業系統叫hyperOS 但中文取得澎湃 最主要就是說他內心澎湃不已 那我剛剛講說為什麼還有很大想像空間 大家知道小米的產品 兩百多項 他從從這個智慧音箱到家電 到手機到明年要出來的 最重要的小米電動車 而且未來不是只有電動車 叫無人駕駛 智慧駕駛 所以他會全部整合在一起 對他一定要需要一個 他有一個小米生態系 他叫小米生態系 叫人車加生態系一體 那這個生態系需要一個作業系統 而且是我自己可以開發 我自己可以掌控 雖然說這個Android是開源系統 對不對 他的這個AOSP是開源系統 但問題是什麼 Android還是可以斷供你 谷歌還是在斷供你 而且重點是什麼 重點是他一旦改掉這個API的話 你就必須要重新再去設計 這對那種使用這個系統來講 非常複雜 非常大的工程成本 所以簡單來說 小米他有他自己的生態系之外 他其實不怕人家掐脖子 沒錯 這個卡脖子是一個關鍵 另外他就是將來打造他自己人車 車加生態系一體的話 他可以做到所謂萬物聯網 那這個就是為什麼講說他要耗時13年投入5000個軟體工程師 雷軍自己講說13年前小米才剛開始有幾個工程師 到現在他整個軟體工程師團隊5000個人 那這個整個做Android的底層結構的改變 我覺得這個小米未來想像空間厲害的地方 另外剛剛阿文是講說 這個Android14 小米14 首發當天賣100萬支 他是用那個萊卡鏡頭 對 萊卡鏡頭 另外他的玻璃叫做龍金玻璃 他這個龍金玻璃是自己研發的 這個比那個蘋果 號稱比蘋果那個iPhone15更耐刮更耐摔 經過測試之後 另外他的性價比非常好 他的最高等級就是這個小米14的Pro這個系列 他是使用那個鈦合金機殼 鈦合金機殼 他也只有賣不到七千人民幣 所以他性價比又鈦合金機殼龍金玻璃 然後你剛剛講的萊卡鏡頭 那他使用的是高通骁龍8的一個晶片 所以當然這樣一個賣翻了 來來我看一下木華是用什麼手機 我是那個iPhone13 那我都會在討論蘋果會不會被打趴 站在此時此刻的這個位置 可以做多嗎 會不會有追高風險 認為可以做多的請取圈 請取牌 一二三四 哇 五票 大家膽子都蠻大的 來 木華 為什麼認為現在可以做多 這個最簡單 我們看一下美股 技術面上面 有沒有看到從八月下跌以來 他一頭比一頭低 一地比一體低 這個就標準的下降趨勢 下降通道 但是你有沒有發現 最近美股的上漲 這邊已經突破前高了 突破前高代表什麼 代表空頭結束 這是最簡單的例子 所以你從技術面來看 不用悲觀 因為美股已經告訴你 他突破前高 即使這個地方不能去挑戰高點 他至少會進入到箱形結構 這是我的看法 那臺股也是啊 你有看過臺股呢 這個以集中交易場來講連漆紅的嗎 這個是廢半 這個廢半 對 廢半也突破新高了 對 這也是 這兩個其實都是這個 美國科技股的代表 那我們來看臺股 加權指數的一個走勢 好 剛剛看的是美股 今年來臺股沒有出現連漆紅 所以這個是今年來第一次 他比五月份 那一波的連漆紅更強 那禮拜一拉一個很常下降 所以現在是今年最強的時候 對 是啊 你可以看到這個是連漆紅啊 這不是開玩笑 今年沒有出現過連續七天 然後馬上又要大選了 對 馬上大選 然後至少會有一點 規矩行情 是的 你看昨天臺積電 不是這個營收反應嗎 股價大漲十四塊 對 然後你看到指數 攻高兩百多點 對不對 雖然留下上影線 感覺 哇 昨天怎麼留一個 那麼長的上影線 投資人就這樣子 站在這裡的時候不敢買 對 站在這裡的時候要看一下 站在這裡說 哎呦 糟糕了 追高了 對 上影線 所以永遠都不敢賣 那你有沒有看到 今天馬上把這個上影線給補掉 這代表什麼 代表強勢繼續上工 所以這個基本上 呃 就我的股市的經驗來看 這個真的不用懷疑 這個行情會繼續漲 那這裡不會 已經漲九百多點 慢了慢 應該說慢了 N拍了嗎 呃 當然是慢了一點 不過如果早看你的節目 就不會慢 還記得我們兩個禮拜前 破底的時候 我們是不是有講說 其實跌到年限 這個地方會出現 差不多了 對 所以基本上 如果有看阿關 你的節目就不會慢 不會覺得太慢 但是現在如果還沒有買空手投資 這裡也可以著亮的 沒有錯 那重點是買什麼 還有空間 那另外我們從籌碼面來看 全部紅通通 法人全部 連最空的外資都翻多了 籌碼面也沒什麼 反正外資也進來追了嘛 對 外資也進來追了 你可以看到外資 十個交易來買了將近快四百億 那今年當然還是賣超啦 但問題是什麼 他已經開始翻多 外資翻多 基本上全資股不用看太差 所以你剛剛講 鴻海為什麼會挑戰一般 因為外資不賣鴻海了嘛 先前打到九十三塊 九十四塊 就是外資一直在到鴻海嘛 那籌碼面 鴻海現在外資開始翻多 在買鴻海了 所以基本上他要怎麼跌 我們也來看一下二三千 鴻海 因為鴻海在接受 你可以放下外資的這個買賣超 鴻海在今天是漲了二點三五 那麼股價在今天將將好收在一百塊的整數 光是 你可以看到鴻海為什麼這一波暴跌到九十四 外資大賣嘛 那現在外資開始不賣了嘛 甚至開始轉買 那我們現在急需馬上解讀 對 剛剛法術會 最近消息是鴻海的財報是三綠三升 對 EPS三塊一毛七是創新高的 對 所以明天的股價會反映嗎 我覺得應該會反映 因為EPS創新高三綠又三升 這個其實在財報面上面是不錯的數字 但重點是鴻海未來 對第四季跟明年的展望 我覺得這也很關鍵 好 那我們也來投一下票 一百塊的鴻海能不能買呢 各位認為可以買的 請舉圈 請舉牌 來 一百塊的鴻海可以買嗎 一二 我們來看清楚一下 三票圈 一票差 一票在中間 沐華你給差 我不是說鴻海不能買 我是說有比鴻海更好的標的 如果你今天錢只有一套的話 你當然可以不要選鴻海 為什麼 因為鴻海是要看外資 臉色的一檔股票 那你只能說 你就要順外資的意義 那外資哪天又反手大賣 你怎麼辦 所以鴻海這家公司 那你看好誰 好 那我們來看下面 看好誰很簡單 我們再看下一頁 再往下看 你可以看到 其實上阿關節目以來 我一直在跟大家講 高加一息設計股 你可以看到四星KY 三千 沒關係 重點是你可以買零股 你可以一百股 五十股這樣買 像我也是買零股 你也是買零股 你是軟木華 我怎麼買一張三千塊的股票 一張股票買價就是三百萬 所以零股慢慢買 零股呢 基本上現在也是一分鐘 在盤中可以這個成交一盤 所以基本上也沒有賣太多了 那零股慢慢買 我覺得是一個這種高價股的策略 操作方法 你可以看到 近月來 因為你也可以參與高價股 對 今年來 四星KY 漲二七八 你知道他今年來漲多少嗎 如果以今年來 這是近月來 今年來還漲了百分之兩百八十四 這裡面 漲二點八四倍 是的 這裡面幾乎都是漲倍股 這個是漲倍 所以不要看到高價股 就說不可能 不可能 我們可以買零股 那創意也是漲倍股 創意今年來漲了百分之一百五十 一點五倍 一點五倍 對 然後呢 翔碩 翔碩今年呢 基本上也是漲倍股 也漲了超過一倍 那另外呢 力旺接近漲倍股 大概漲了八十趴 那這兩檔 因為太大股本 我跟各位報告 這幾檔股本 大概都在六七億 所以你反而覺得 買小股本了 對 六七億的股本 代表什麼 股價 代表他們的股票 就有六萬張 七萬張 這一支呢 剛剛阿文是講 我也覺得非常棒的公司 這一支的股本 是一百六十億 一百六十億跟七億的股本 你怎麼去比 所以呢 基本上這些高價股 除了就是成長面以外 我認為它最重要是基本面 就是說那個籌碼面 那聯勇呢 股本六十億 也是大股本 所以你可以看到 這兩檔今年來漲四十趴 其實它也打敗大盤 所以這些高價股 這些台灣最有競爭力的IP 跟IC設計公司 我覺得是大家可以注意的